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变我们命运 什么是命运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中国里面一个很有名的 一本书 中国四大奇数里面的 它叫西游记 西游记里面 我们大家会忽略掉唐三藏 选中法师 但是我们最有印象的人 那个男主角就是 孙悟空 在孙悟空 他能够做一个孙行者 开始去求道之前 他是叫做齐天大圣 齐天大圣之前 他是美猴王 美猴王之前 他只是一只猴子而已 那之前的过程 我们不用讲 我们讲到说 当他大闹天宫以后 那个猪天 请了观音菩萨 请了佛 来要收他 那佛陀 让他在手上 看能不能逃出如来佛的收掌心 结果他以为他的神通 能够逃得过如来佛的收掌心 所以他用了几个跟斗 一翻 一翻一个跟斗 十万八千里 翻翻翻 翻了以后 看不到这个手掌了 结果 看到一座山 这座山那边 他在三角下 撒一泡尿 撒尿以后 哈哈大笑 我逃出如来佛的收掌心 结果一哈大笑 以后 这个山就把他压住了 然后上面贴一个符咒 贴下去 等到什么时候 他才能够离开 等到玄壮大师 潭山上去西天取经的时候 看到这个美猴王 这个齐天大圣 现在是变成大山之下的小猴子 就要带他去西天取经 然后拿下这个座椅 那当然这猴子的猴姓 是那么的浮动 心都不停止了 所以这个时候观音菩萨 就给玄壮大师一个帽子 叫他给他戴在 想办法让孙悟空 能够戴在头上 那孙悟空看到这个帽子很喜欢 他那一心一喜欢以后 就把自己的 就把那个帽子戴在头上 戴好以后 这个玄壮大师一念咒语 念了以后 哇 变成一个紧箍咒 扣 戴住了 拿 不掉 孙悟空有再大的神通力 也拿不掉这个帽子 这个紧箍咒 那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 虽然它只是小说 是不真实的 不过它是一个比喻 我们可以从这个比喻里面 想到是 这个帽子 这个紧箍咒是什么意思 这个紧箍咒 我们可以想象成 它是一个业力 它是一个业力 孙悟空在这个业力之下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会受到苦 他在陪着玄壮大师 跟着玄壮大师 西天取境的过程里面 看起来他代替玄壮大师 除妖斩魔 但是玄壮大师 其实都没有高兴的意思 为什么 你为我杀生 为我卖命 但是毕竟你是杀生业 你伤害那些众生 那个恶业都要受爆了 那这个时候 孙猴子孙悟空跑掉了 被师父念了以后 也是不高兴 不高兴跑掉了 跑掉以后 三丈法师念个咒语 他就痛了 痛了又回来 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恶业现前 你就苦 那苦了以后 孙悟空还有一点智慧 这个苦的时候 赶快要求助法师 做什么 西天取经 那西天取经以后 打了几场的仗 过了以后 到西天去以后 头上的警户座才拿下来 对不对 这个我们在看西部记里面有这个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只有解脱的圣者 他能够不媚因果 我们凡乎都在迷惑因果里面 在因果当中 忘了因果 所以处处造业 处处带着警户座 在那边受苦 人家孙悟空到最后 悟到一切皆空 五蕴皆空 所以他这个时候解除他的 业 从业当中解脱出来 他不用再带那个警户座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 要怎么改变命运 慢慢听吧 好 那我们讲 什么是命运 在我们世界里面 我们防护众生最关心的 我的命呢 落头是四条定条的 那个 所有的父母金 大部分通通会在我们 孩子生下的时候 赶快算个命 看看 我这个命 孩子的命 好不好 会不会做总统 总统多久才一刻 那没有总统 也要五院的院长 要不然 能不能娶个好老婆 能不能有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 能不能大富大贵 像个大企业家 结果通通没有几个 是这么好命的 结果想 这个命怎么去转 好 那这个地方 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 好 那这个命 在佛教里面 是代表什么意义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先建立一个 正确的观念 什么意思 我们问大家 这个可能 没有想过的 不过以前我们讲过 这个是云 我们知道云 为什么在天空中 会不会掉下来 云不会掉下来 云有没有掉下来过的 没有 那云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 但是我们通常不注意 你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没什么奇怪 我们就是没有这种奇怪的 没有这种好奇心 所以我们没有 牛顿的那种聪明 牛顿看到苹果 从树上掉下来 就发生地心引力 原来有地心引力 就是这些事情 所以它弄了一个万有引力 所以到现在人家也记得牛顿 但是如果你能够发现 为什么云 没有合乎它的万有引力 它没有掉下来 这个道理的话 你能够知道的话 那你才跟佛头 有一点接上轨 为什么云不会掉下来 我们在说云不会掉下来的时候 我们要衍生 不是万有引力吗 如果真的万有引力 会向地球靠拢的话 那地球 为什么那些星星 都不会掉到地球来 月亮为什么不会掉到地球来 还有地球为什么 在自转 在转动当中 为什么不会转到太阳那个地方去 为什么不会掉到太阳的 那个大火球里面去 这个地方 对吗 所以你注意到这种问题 但是事实上 这个不是佛法所关心的 不过佛头有跟我们讲 我们在讲 佛教的宇宙观的时候 曾经讲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众生 这个世界要形成的时候 是随着众生的业力 所以形成这个事件 我们讲 这是我们的一报 这个外在整个事件 是我们的一报 在这整个一报里面当中 云它不会掉下来 那有的云它就在空中就散了 有的云会累积到一个因缘 巨组的时候就降雨 那某些时候又像冰炮 但是有些时候它又散掉 无影无踪 所以可见这是夜历 那有的地方下大雨 有的地方出大太阳 7月2号 7月2号中南部 这边大雨成灾 但是北部出太阳 为什么 夜历 这个只有夜历 这不是只有物质界 我们在科学界里面 在众生的世间里面所看到 都是看到唯物的 都看不到夜历这个问题 夜历只有佛头 这种大智慧者 他才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了解到 一切都是夜历所在掌握 所在控制 但是夜历不是谁 夜历是众生所造的夜 所感应到 我们在这个依报的世间里面 存在的状况 那慢慢从夜历出现 个别的差异 那也在每一个众生当中 又形成一个 共同存在世间的状况 那事实上 以我们现在在这边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 所碰到的状况 也都不一样 同样在高雄里面 每一个人所出现 所碰到的也不一样 有的人在冷气房 有的人在带太阳工作 有的人坐白天 有的人坐晚上 个人所说的苦乐又不一样 为什么 夜的关系 那所以这个夜出现成暴 也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命运 这是我们要知道 要掌握住的 好 那我们了解到这个命运 跟我们的夜的这种关系之后 夜形成暴 那就是所谓 你还没有结果的时候 那是夜 行成结果以后就是暴 那命运的原理 我们要掌握住 那改变命运 我们也知道怎么去改变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忘了 所有的一切人 一切众生 本来是没有命 也没有运的 本来是没有业 也没有报的 本来通通通没有 这句话很深 你如果细细的想 为什么师父要这样讲 这个地方你看看 就与我们的房子来说 本来有没有房子 对 本来没有房子 本来这个地方只是一个空地而已 这个家这个房子也只是空地 本来是没有的 那以后会不会有 以后也会消灭掉 房子不会永远存在在那里 也会这样 那某一个阴影又没了 也许地震 也许是人家盖新房子 也许是被人家买去了 人家怎么处理 也通通没了 那以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现在这个 现在这只是某一个信念 某一个想法 把它找很多人来成就而已 有的人画图 有的人施工 有的人装房 然后有的人 我们来住这里这样而已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是这样 所以本来有没有房子 没有 那是在什么之下 是信念业力 在外在的这些物质界 合合而成的一个房子而已 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以后 再跟你讲业力 后续你就会智慧来判断 来解析了 好 那现在 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个身体 为什么会感受 为什么会想象好坏 为什么愿意去做好 不要做坏 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个心 那是因为 我们 在无名颠倒之下所做的 但是本来有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 就像房子一样 本来没有 你看这一生里面本来有没有这一生 没有这一生 过去生有没有这一生 没有 过去里面 还是个大师师傅吗 不是 还是个这个身体样子 也不是 那 这个就像一个房子 它有一天就会坏了 坏了以后 下辈子 是不是这个 也不是 所以过去也没有 未来也没有 现在这个只是 就是业力 无名烦恼之下感应 形成这个样子而已 我们在讲 那个 生死之间 明明白白的时候 讲到 我们在 跟 岛心去 玉境 施化染相处的时候 我们 众生在 烦恼照业当中 又来到这个 父母亲所在的地方 然后 在 业力之下 烦恼照业之中 去 去投胎到 父亲母血里面 好 这个因缘合而之下 献起这个像 然后 母亲的 营养 一直灌到 孩子的身上 在这个瘦精卵里面 慢慢展示 慢慢展示 你看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跟当初的 那个 瘦精卵 差多少 不能比 不能比 就差那么多 所以现在这个是 主要是 业力感应的 如果没有那个业 没有那个烦恼的话 现在长不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 物质界里面的 精子跟卵 你跟它凑不起来的 要有这个业力 要有这个众生的业力 这样形成它 这个就是我们 所谓的秘运 但事实上本来没有 那你如果会 有智慧 你会听到 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知道 本来没有 那现在所 献起的这个样子 可见它不是真实的 对不对 一点都不真实 本来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现在这个东西 不真实 不真实当中 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地方 去执着它 为它起烦恼 为它造业 为它跟它打架争斗 要喝点酒 然后就跟人家 为了男女去 去争争吵吵 以后要受苦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 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 不过我们先看到 命运的原理 我们掌握到这个以后 我们这一生所献起来 如果还不了解的话 我们下一生又会再生起 生起下一生的五蕴 身心 你看到这一点以后 为什么会这样 原则上是因为在无名之下 起烦恼造业了 那什么叫无名 无名就是 我们不晓得三宝 不晓得佛法生 叫做无名 你看第一点这个无名 我们好像有点名 我们有点智慧 有点聪明 有智慧有聪明的时候 我们信佛信法信圣 信佛法生的好处就是 不会去 不会去 造那些 我们会相信佛陀 我们想要成佛解脱 好 那这个 第二个是 知道三宝因果关系 善恶 我们知道以后 我们不会造恶业 我们做善业 还有 这是以后我们要讲的 知道世圣地十二因缘 知道世圣地十二因缘以后 知道元起法以后 我们可以从这当中解脱出来 不会再轮回 但是如果不晓得这个 认了一样东西缺的话 我们都叫无名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你会把这个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房子 当得很真实 守着这个房子 不愿意放守 不愿意放守 到临终的时候 生死之间不明不白 去哪里 还在做这个 守房子的鬼 本来都守私鬼 连房子财务也要守 那怎么改变命运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 看到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他是 家里面是很富有的 后来他听到佛的说法以后 他出家了 出家以后 他守着他的那些财物 人家布施公养的东西很多 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就是富翁嘛 跟人家结业很多缘 所以他的民文立养很多 那其他人去医治他修行的那些比丘们 跟他在一起 但是人家布施的东西 他都是收尾自己 又不愿意分给人家 到他死的时候 当然我们出家人的财物 当死的时候是所有的 这些出家众 有现前在那边的出家众 都可以结母去分了 那这个时候 其他的出家众在那边 现前的生人 要去分这些财物的时候 看到有鬼 要吓他们 赶他们 不让他们来分财产 好 这个时候 大家去见佛 赶快求佛 佛斗怎么办 这边有鬼在守这个财物 佛斗去了以后 就跟这个守财鬼讲 在生的时候 你这个比丘 不好好听我教导 不好好修行 守着这些财物 现在做死的还在守这个财物 你要赶快忏悔 哇 生的时候 不明不白 不听佛斗了 死的时候才听佛斗这样讲 他还知道忏悔已经受苦了 才忏悔就来 还来得及 还要碰到佛斗 但是已经现鬼像 所以这个时候赶快忏悔 忏悔以后 一忏悔以后 他的功德就升起来 升起来以后 他就做 变为一个 本来是恶鬼守财的 这时候他舍下他的财物 变成一个飞行的夜叉 飞行夜叉以后 再回来 又跟佛斗求忏悔 那佛斗就叫他们的一些 父法居士们 家人 跟他做功德 供养十方生 一供养以后 这个人就升天了 升到套利天上 再下来跟佛斗 顶礼 然后佛斗就跟说法 一说法才正发眼镜 有这一段一段一段姻缘 你看这样的情形 好吗 何苦来摘 要说那么多的苦 做恶鬼很苦的 非常苦 那在这个地方叫做 在无名之下 以这个房子为我 守着这个房子 守着是财产 我们听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 很多东西 事实上他本来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现在这些都是姻缘所生 如幻如画 不可以执着 我们知道这个才叫有点名 那在修行的当中 又会真正的见到这个 所以才叫真的名 好 那众生在这无名之下 起烦恼 有房子 有财务 有家人 去执着他 贪乃他 然后再造业 好 那这个地方就讲到 两个业 一个是施业 一个是施以业 施是意志的意思 我们的意志做什么 做善业做恶业 看到一个受苦的人 我们的失业里面起个善心 我愿意不失的舍心 就生起来 不会偷盗的舍心就生起来 愿意去帮忙这个苦难的人 见到佛陀 见到三宝 起一个恭敬心 我愿意去恭敬三宝 看到父母亲 我愿意孝顺父母亲 这个都是善心 失业 然后这个善心生起来以后 这个失业生起以后 做失业 就是用行动 去跟父母亲礼拜 三宝礼拜 然后拿着财务 去帮忙苦难的人 救众生去放生 这样 我们做这些事情 就是失业业 用行动嘴巴 去做的 那就是失业业 那在失业跟失业业当中 我们去做的 这个就有它的相对的善跟不善 那做善就善业 做恶就恶业 失业就本身就已经很大的业了 所以我们掌握到这一点以后 你就知道 这个是轮回世界里面的 因为无名起烦恼 所以有做三业恶业 然后再做报 做苦报跟热报 升天是热报 天顶多只是跟阿修罗打打仗 人间就无量无边的苦了 人间的苦就没完没了 当然人间也有快乐的 不过苦很多 那带来相对的 如果到阿修罗 地狱恶鬼出生 那个苦的不得了 真的是无法形容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知道 它的相关性 我们讲 有可能如果说用一个 有一个火堆 这就是火堆 在这个火堆在燃烧的时候 那我们轮回是什么样子 另外有一个火堆 在一个火堆这个之下 这个火堆它要烧到碗的时候 烧到溪面的时候 这火堆里面如果还有一点点的火星 就啪 就跑到下面一个火堆的时候 就是下面那个火堆会烧起来 对很快就啪就烧起来 整个火堆都烧起来 那这样叫做轮回 这个原来的火堆 这一堆又跑到下一堆去烧起来 好 这叫轮回 好 那这样的轮回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上一辈子也是 在生命要结束的时候 其中还有一个无名烦恼 然后推着这个业力 到达下一个 我们这一生里面 然后又爱上当时的情境 又生起这一生来 好 那看我们 我们这一生如果 还对什么有爱的话 还在无名当中 以为这就真实了 我们去爱着下一生 这个变成习惯性了 我们在这一生里面 你随时都在爱 没有去去除这种爱染心 然后下一生又去爱 哪一个 也许天上 也许地狱 又爱去 爱去以后 又有苦 那你说 那在这里面有什么苦 有 你如果注意到的话 你就知道一大堆苦了 有什么苦 说给你听 单单地狱那个 已经太苦不用讲 以人来说 好 人有身心的苦 身体有什么苦 当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疾苦 你知道吗 在母亲的肚子里面非常苦了 母亲喝冷水的时候 你也跟人冷 冷得不得了 你能够怎么样吗 能够抗议吗 不能 母亲喝到热水 你热得要命 妈妈在生气的时候 生气的时候 心脏 在生气的时候 你的血液冲到你的身上 你好像被洪水冲到了 不是很苦吗 有什么好玩 当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 我妈 你在里面 你根本动弹不得 你也在受苦 这个插播到其他话 就是 当母亲有怀孕的时候 有怀孕的时候 夫妻是不可以行淫的 不可以做那件事情 这个是保护孩子 也保护他的亲近 这是夫妻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守亲近法 这个是一个情形 好 那 生苦 是非常苦的 那我们在生命里面 我们就好像火在烧一样 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这个 身体就像火在烧 会有生苦 会有劳苦 劳的时候 你看渐渐的劳的时候 年龄大一点的 你看到他老太隆忠 眼睛四盲满 发苍苍 然后走路要拖着拐杖 我们年轻人两三步 就跳上楼梯了 他每一步楼梯 左部小巾都跌倒 就摔断脚 那个五盆也摔坏了 摔到手 这老人的状况 然后老人记忆力特别不好 走出去 我现在办什么事情 不晓得 老了 甚至走路都在迷路 失智症 老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 像火在烧一样 越烧越坏 越烧越坏 他生病 大家生病 年轻人就会生病了 不用等到老人才生病 牙齿痛 他不是病 但是要我的命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病不是肉苦 头痛 眼睛也有问题 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有身体就有这个问题 然后饿的时候怎么办 口渴怎么办 天气热的时候怎么办 冷的时候怎么办 都已经会碰到了 这个是什么 无常的火在烧 就像刚刚举例 那个火一直在烧 那当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还希望下一辈子又去烧一个 那就是很愚痴 叫无名 好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的心还有什么苦 我们心还有这种爱别利苦 当我们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我们在爱着对方 对方忠心的话 你会意念想他 想得很苦 那如果对方对你不忠实 你会很怨证会苦 你会很生气 那你希望他能够永远在你身边 你会求不得苦 你要想办法让他不会离开你 你会守护着他 你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不是不畏苦吗 害怕吗 所以这个不是很苦 这叫烦恼的火在烧 刚刚是无常的火 现在是烦恼的火 那我们在这一生里面 事实上不止这一生 过去生里面都已经这样烧 烧到这么苦 烧得没完没了 我们还在继续烧 要不要再烧下一辈子 不要弄啊 不要那么笨 我们想办法让自己 不会再烧到下一辈子去 那这样才是有自慰的 好 那这个是 会再烧下一辈子叫有余 还有剩下的有余 那如果没有再烧到下一辈子 叫做无余 那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烧到下一辈子叫解脱 有烧到下一辈子叫做轮回 好 那在这地方 我们已经掌握到这个关系以后 我们在有余的事件里面 我们看看 毕竟我还没有 正到阿乱之前 我们事件的基本部分 我们要知道 因果关系 好 我们先讲一点好处 那个有余的事件 我们知道 看到人家有福报 或者说做国王 做有名望的人 你不用 不用觉得那个很奇怪 或者很羡慕 不用 为什么 你只要知道公定三宝 里进三宝的话 你以后福就大了 做国王不困难 这些 所以在梁文宝探里面讲 怎么样做国王 做富翁 做长者 从里进三宝 侍奉三宝来的 这个是有道理的 各位知道我们在中国的 梁武帝的公案吗 梁武帝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梁武帝 有一次他碰到 志工禅师 他是他的国师 那志工禅师 他是一个精通 那个三藏 有修有证的 他还是有神通 他才知道说 那个梁武帝的因缘 所以梁武帝 他也先信英国 他就跟志工禅师说 我知道因果有关系 所以我想请问禅师 国师 我为什么这一辈子 能够做国王 做皇帝 同你那么多的 那个土地跟人民 那个志工禅师说 你不要问 我还是要知道 人总是好奇 那我告诉你 在过去生里面 有一次 你曾经是一个侨夫 你这个侨夫 到山上去砍柴 砍了飘柴以后 你侨夫上山都带斗笠 所以他下来的时候 碰到下雨 下雨的时候 一直往上下来 很快 但是 他在这个时候 看到旁边 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亮亮的 那是什么 结果天下一看 原来是个观音菩萨的圣像 这时候 这个侨夫 他就不顾自己 就把那个观音菩萨的圣像 做个台子 把他装饰起来 然后用他的斗笠 本来他可以遮身体的斗笠 把他拿起来 去遮观音菩萨 然后做一个凉亭 把他遮起来 不让观音菩萨的圣像 淋雨 你过去世里面 你就是做了这一件善事 你进散保 所以这一世 你能够做国王 做皇帝 原来如此 这个就是 这是因果关系 在我们有余的事件里面 我们还在这个事件里面 这个三恶关系 我们知道以后 转变命运不难 不会难 我们平常里面就可以多 礼敬 奉事 三宝 我们在未来世里面 我们就有 大福利 大国报 第二个 能够得大富贵的 大富的 现在是讲大富的 大富的是从布施这边来了 能够布施的人 会得到大富 我们在 奇数级孤独眼里面的布施者 他在这一生里面 他布施了很多 他在未来里面 弥勒佛出世的时候 他是一个 祖杖城堡 就是 转轮圣王的时候 有七个堡 伦堡 象堡 马堡 玉尼堡 祖杖城堡 还有 那个军事的 军事堡 还有 那个 总共七个堡 还有甘祖堡 这个总共七个堡 那 吉古鲁长者 他那时候是最富有的 那个宝 所以就是他的过去的 那个时候的姻缘 到未来 碰到弥勒佛的时候 转轮圣王 都还有这个负债 大富者 那那个时候 圣王会跟他说 试看看他到底有没有 真的那么大财富 那就圣王会跟他说 你在江中的时候 跟他讲 我要看看 那个 我的财务有多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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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士堡跟他说 等我们上岸 我再给你 他说不行 我要在江中就要了 那个居士堡 就所伸到盒中 那财务就从盒中那边出来 为什么能够这样 他的业 他的善业 随时都有财务可以得手 那 拿了很多以后 圣王才跟他说 不要了 我只是在试一试 你看你的福 有没有多大 好 放下去吧 就放到江中去 好 这种情形 好 所以 有会大富的人 是从布施来 那布施才会得到大富报 就是善业 那持戒的人 会得到长寿报 所以我们 平常里面 我们要多持戒 借持号 我们得到长寿报 那人会长得好看了 是因为 有忍辱 有忍辱的关系 才会长得端正 那相对的 如果不忍的人 喜欢生气的人 你知道他长怎么样 很丑陋 不好看 你看一生气的时候 那个脸都扭曲了 气得要命 那脸不是歪气扭巴了吗 当然不好看了 那现世里面扭曲了 来世当然是变形了 根本是转变了 所以 这是我们知道这个话 我们知道我们的命运 平时其实都可以转了 好 那如果 我们能够 为什么我们会 在这一生里面 会那么 还那么努力修行 因为我们过去生就有精进 会知道要精进修 所以这生会相续下来 那为什么我们会聪明才智 因为我们有读经 有背经典 有了解佛法 我们有智慧 从智慧中来了 这个地方的关键 那为什么有的人声音好听 为什么声音好听 不是靠这一生里面念出来了 是过去生里面 他就能够称赞三宝 歌詠三宝的功德 称赞如来的功德 所以这一生里面 他的声音好听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现在的很多人 声音好听 他们都忘记 要在歌詠三宝 忘记在称赞如来 那这一生 他走了以后 就不再有那个福报了 所以为什么要听法学佛 听法学佛以后 我们才有智慧 那这个就像什么 有一个人 他去种田 有两个人在种 种田种了果树 那种果树以后 当这个果树生长出来 两个都长出来了 有一个这个女众 那个比较善良的女众 她吃了这些果子 吃了以后 她再赶快把这些果子 给种下来 那另外这个人 她吃了果子 果子就丢了 一个是吃了果子 那个剩下那个种子 就去种 种到新的地方去 另外一个是丢了 结果呢 这个比较好的人 好的女孩子 她下一次 明年她又收成了 收成又有得吃 这另外这个 比较懒惰的人 她就没有了 她只能看人家吃甘甜点 没得吃 这叫什么 村众秋收 然后秋收又要记得 要再播种 但是我们很多人 都不晓得这件事情 等我们在这一生里面 我们有福报的时候 那是因为过去生的因缘 这一生才有这种福报 我们要记得 要赶快再继续布施修福 我们在这一生里面 能够做人 是表示我们过去生 有慈戒 我们在这一生 赶快已经得到 这个好的果 赶快要继续种善因 再继续修善 这样我们才会相续下去 这是智慧 所以很多人 假如我们有碰到 碰到一些人 他们没有学佛 我们要跟他讲这种道理 继续播种 不要只是在收成 收成又还继续播种 我们得人 就已经是收成的果报了 那我们再继续的话 那这样我们一直延续下去 好 那有的人 他会长得很清洁 没有生病 长得很清洁 没有生病 这种人是很慈心的人 很慈悲心的人 这个佛陀 他曾经有过去世里面 当一次的国王叫莲花王 这莲花王非常慈心 非常慈悲 那个国中的人 很多人都生病 那医生 他交给所有的医生 来医国人的病 都医不好 免费的跟他医病 那那个医生说 没办法 这个人太多了 那那个病里面 如果有一种叫做 赤鱼 鱼的那种身体的话 能够医的话 那一定是绝对会好的 这时候莲花王 他想说 那这样好了 我国王王为蛇 我可以去 去转世做一个赤鱼 让这些病人吃 那这样的病人 吃了以后 他的病人 他的病就好了 所以他就 把国王为蛇给他的孩子 这时候他又去 用方法让自己死了 死了以后就转世做赤鱼 这时候大家就看到那赤鱼 就把鱼拿来吃 杀了这个鱼 大家都因为这样而治好病 所以你看 佛陀会在成佛 从他到成佛当中 都是没有病的 他都很慈心 所以他不会生病 那他后来在这个事件里面 他有病 那是因为他告诉众生 有因果业报 不是他真实的病 他是告诉众生 真的是有因果业报 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这是莲花王 他做那个赤鱼的故事 那能够 我们会长得很高大的人 是有恭敬人的 过去生里面会恭敬人 恭敬人 恭敬别人 这个时候自然会有 长得身体高大 长得又好看 那种相貌出来 而这一生如果长得这样的人 要记得下一生 这一生要继续恭敬人 不要说我这辈子长得好看了 那看人家看不起 我是巨人 你是侏儒 在这样二眼对立之下 照很多眼 这不好 还有为什么这一世里面 人见人欢喜 因为情世里面 就看到人的时候 就让人家欢喜 他的因果是这样的 这在阿含经里面 有一个公案 那个佛陀 有人去问佛陀 为什么有的人 我们看到有的人 会起恐怖心 有的看到人 我们会起很欢喜的心 会很高兴 很喜欢跟他在一起 佛陀说 很高兴 你看到这个人 会很高兴的 他在过去生里面 是跟你有眷属的关系的 可能是你的家人 可能是你的亲戚 可能是你的朋友 可能是你的师长 善知识 会跟你碰在一起 那跟你碰在一起以后 你们相处的愉快 所以这一生你们见面 我不认识你 为什么会那么高兴 会那么欢喜 因为这种因缘 无量事之前都是这样 那为什么有的人 这个不认识的人 为什么会恐怖他 那是因为你过去生里面 你曾经有伤害他杀生 才会造成现在这种状况 所以这种情形 是过去生的因缘 现在有这种结果 当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注意到这种情形 你就知道 我们应该要转换 要跟他结善缘 不要结二缘 我们要恭敬别人 要慈性对方 要认得欢喜 但是佛陀在这里面 其实他告诉我们 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在平常里面 都会碰到一些 有的是欢喜的人 有的是讨厌的人 有的是乐与亲近 有的是恐怖的人 那有众生那么多 里面都有这种状况之下 你要记得 已经轮回太久了 要赶快求解脱 不会再继续生死下去了 好吗 所以我们要掌握到这些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在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我们如果轻慢别人 刚刚恭敬别人 我们会长得高大 轻慢别人的 身体会短小 当然你讲这个道理 你不要看到人家那种 像比如长得像很小的 很矮的 比如诸物来讲 你不要看不起他 你看不起他 换你 换你本身以后会变成这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不要心事别人 那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 就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过去生里面他不学 不学法 不学 不懂 我们都知道把小孩子送给学校去教书了 去学东西了 何况是我们 那我们这一生如果还都不学的话 我们也会下辈子继续什么都不晓得 那有的人很愚笨了 为什么 因为不教别人 你懂不教 那会很愚笨 令设 那为什么有的人 那个讲话 讲不出来 那个叫哑巴 为什么会耳聋 因为以前去毁谤别人 毁谤别人就会有种果报 那为什么会去做人家的奴才 因为以前欠人家钱不还 所以我们出家之前 有负债的时候 我赶快去还一还 出家前有负债赶快还一还 我们在学校里面 有时候跟政府借钱 我们也知道要 那我们这次的项目 我们就不做好看